据环球时报报道 多家外国媒体消息称 当地时间23日 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爆发了一起场混战 驻守在机场的美军 德军以及逃到机场的阿富汗安全部队都投入了战斗之中 但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的报道来看 这次打成一团的都是联军内部的自己人 据CNN报道 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 此前被认为已向塔利班投降的阿富汗国民军有大约600人逃到喀布尔机场 希望可以登上美军撤离航班 23日凌晨 一名身份不明的狙击手瞄准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所在的区域开火 导致其与守卫机场的德国士兵发生交火 造成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 另外有4人受伤 根据德国联邦国防军发布的声明 这起事件发生在23日凌晨4点 德国和美国军队在机场参与了阿富汗士兵与不明袭击者之间的交火 然而 CNN驻喀布尔的一名记者报道称 一名身份不明的狙击手向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开火后 在喀布尔机场北门的德国士兵和可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卷入了一场有军交火事件 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在遭袭后进行了反击 但却是朝着北约军队所在方向开火 北约军队随后还击造成人员伤亡 也就是说在此次交火之中 北约军队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大打出手 而两方真正防备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却都在外面看戏 俄罗斯媒体指出 23日的这起枪战是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 在喀布尔机场发生的第一起交火事件 正指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努力在8月31日最后期限之前 撤离数万名西方人以及希望离开的部分阿富汗人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如果有美国人仍未撤离 他可能会将撤离行动延长至8月31日之后 但塔利班已公开表示 这样做将违反和平协议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未能在8月底前撤离 将导致后果 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目前还没有关于机场枪战中那名狙击手身份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 塔利班遵守了与美国和北约部队的停火协议 在喀布尔的记者猜测 袭击者可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山分支的成员 该组织据称在阿富汗开展活动 此外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3日晚间 原以一名位居民的目击者的另一种说法称 机场外人潮汹涌导致塔利班人员鸣枪 北约军队对此作出反应 共造成7人死亡 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 两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和4名试图离开阿富汗的平民 当天晚上 喀布尔机场还发生了火灾 致使撤离工作再次遇阻 目前尚不清楚火灾细节 但现场视频显示 滚滚的黑烟导致撤离航班再次被暂停